缅甸的政局近来风云变幻,军方政变后,与民主派和少数民族武装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在这场权力争夺中,军方领导人米昂来的政治立场和目标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放弃果敢地区,这个曾经是他的盟友和支持者的地方,他又如何对付昂山素季,这个曾经是他的政敌和合作伙伴的人? 订阅本宫巴历史 打你揭秘背后的故事 米昂来,1956年出生于缅甸联邦德林达一省图瓦市,现任缅甸国防军总司令,国家领导委员会主席 是缅甸实际控制人,米昂来的传奇一生可谓精彩绝伦,然而,人们却对他知之甚少,甚至各大网络能够查到的资料也有限,米昂来真正走入人们视野,却是因为他发动政变,夺取国家主权,软禁总统昂山素季 20世纪70年代,米昂来在仰光大学法律系念书,与当时盛行的政治激进主义完全沾不上边 同学对他的评价是话不多且低调,所学专业看似与政治无关,但是大学期间,缅甸每次的示威游行活动却总能在人群中找到他的身影 上世纪80年代,缅甸当时的国防总司令吴奈温,利用手中的军权发动了政变,掌握了国家大权 这一事件对米昂来影响甚深,1974年,米昂来弃比从容,三次申请缅甸国防大学才被录取,开始了自己的军事学习之路 根据同学口述,米昂来表现平平,升迁缓慢,但最终却超越终极军官级别 毕业后,米昂来被选入了缅军步兵的第44时,负责缅甸东北区域的作战活动 这时候,他的军事谋略开始崭露头角,颇受当时指挥官丹瑞的喜欢和信任,直接被调任丹瑞手下 此时的米昂来开始接触缅甸核心政治圈,丹瑞对米昂来的赏识 这时米昂来的人生像开挂一样,植物一路飙升,米昂来很快在政坛站稳了脚跟,独败一方 期间,他成功地治理缅甸军三角,镇压缅甸国内动乱等,他的铁腕手段得到了丹瑞的肯定 而后荣升为国防军第二特战局局长,2011年,丹瑞退休,米昂来成为了丹瑞继承人,真正成为缅甸首屈一指的政治人物 2015年,身为缅甸副总统的米昂来,参加了缅甸国内总统竞选,败给了竞争对手昂山素季 然而,缅甸实际的控制权仍然在米昂来为代表的军方手中 并且米昂来以政客身份出席各种外交事宜,其中包括参加我国的一带一路政策 2020年,米昂来再次参加缅甸总统竞选,此时已经64岁的米昂来再次败给了昂山素季 然而,不甘心让米昂来在2021年发起了政变 宣称缅甸总统府将国家权力移交给国防军总司令米昂来 并且以昂山素季在竞选中存在违法行为由,扣押软禁了昂山素季 缅甸进入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 2021年8月1日,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在宣布紧急状态将延长至2023年8月 结束以后,又发表通告称将成立看守政府 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米昂来将担任看守政府总理 2023年8月3日,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发布命令称 为了更加快速有效地实施该委员会制定的路线图和目标 根据宪法相关条款,改组联邦政府,改组后的联邦政府由米昂来继续担任国家总理 2023年9月25日晚,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发布命令 根据宪法相关规定,对委员会进行改组 国防军总司令米昂来仍继续担任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 米昂来为了当上缅甸总统可谓是心机算尽 虽然如愿以偿,但是米昂来的统治并未能让缅甸进入和平稳定高速发展的状态 相反,米昂来的行为缅甸政坛树立反面榜样 致使缅甸一直处于军方翻证割据,内部混乱的状态 并且缅北电炸之猖獗米昂来难辞其咎 米昂来是缅甸国防军总司令,也是国家管理委员会的主席 他是2021年2月1日发动政变的主导者 他的政治立场是维护军方的利益和影响力 防止民主派和少数民族武装对军方的威胁和挑战 他认为,军方是缅甸的保护者和领导者 有权和责任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以及推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米昂来的政治目标是重新掌控政权和制定宪法 以确保军方在缅甸的政治体制中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他不承认2020年11月的大选结果 指控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存在选举舞弊 要求重新计票和举行新的大选 他还宣布,军方将在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下执政 期间将制定新的宪法 以取代2008年的宪法 这部宪法已经赋予军方一定的权利和特权 例如控制国防、内政和边境事务部 以及拥有国会四分之一的席位 放弃国感是一个决策引发的一系列事件 其中包括了丢居保帅、撤军打昂山素季 以及保住首都内比都等重要举措 这些措施无疑是为了在政治和安全层面上 维护国家的利益和稳定 国感位于缅甸与泰国交界处的一个边境小镇 长久以来 国感是毒品贩卖和武装分子活动的重要据点 给缅甸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 缅甸政府决定进行国感的倾角行动 然而 这一举措并不仅仅是为了消除国感的武装势力 更是为了确保整个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首先 丢居保帅成为了国感行动的标志性事件 丢车意味着在行动中 五方损失了一辆军车 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形象来说 无疑是一个打击 然而 保帅的决定 表明了政府对国感行动的坚定决心 保帅不仅仅是一个将领 更是整个行动的象征 他的留任 为国感行动增添了强大的信心和动力 国家在这一事件中展示出对行动成败的坚定追求 这也为后续的撤军打昂山素季等举措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撤军打昂山素季是国感行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昂山素季作为国感地区的武装分子头目 一直是政府的眼中钉 然而 昂山素季的地位特殊 他一方面是国感地区的罪恶之首 另一方面却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人权捍卫者 因此 在行动中 政府需要更加谨慎和理智 撤军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支持和国际认可 打昂山素季则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两者兼顾 体现了政府的智慧和灵活性 在国感行动中 保住首都内比都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内比都不仅仅是缅甸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也是国际社会对缅甸的关注焦点 保住内比都意味着政府在国际上的形象和地位更加稳固 国感的倾角 行动给国民带来了持续的安全威胁 如果内比都也无法保住 将导致国内外对政府的信心的丧失 因此政府必须全力以赴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内比都的安全和稳定 明昂来这次动作转向之大 令人摸不着头脑 柠檬保卫军虽然对内比都有威胁 但内比都由缅军重兵把守 部队之精锐 武器之精良 自是非果敢之缅军可比 再则 柠檬保卫军的战斗力 显然是次于常年在山地中 以战代训的同盟军 米昂来欲忍痛 割下果敢这么一块好肉 其内心是怎样的挣扎 不得而知 但果敢这块肉确实不好吞 同盟军联合若开军 德昂军三兄弟 战斗力之猛 武器之精良 特别是战术之运用 声东击西 围点打圆 定点突破等等 令人眼花缭乱 确实有如网友所说 降维打击的意味 近日 同盟军联合德昂军200多公里 奔西腊须以北 小梅和西埔之间的截敌大桥 桥虽然不大 但位置十分重要 是腊须的补给线 此线已断 不但40万人的腊须成为孤城 就连果敢一如鸡肋 没有了补给 免军不战自降 是早晚的事 即使不投降 攻破也是必然 截敌大桥拿下 就如当年解放战争围住长春 而千里奔袭东北咽喉锦州 是一个道理 锦州已破 则长春之敌只有等死 其二 你昂来放弃果敢 则必有对背后大国意向的考量 11月25日 南方战区在中缅边境 进行大规模实战演练 武器之现代化 使任何一个国家都胆寒 何况内忧外患的缅甸 这是解放军在敲打缅军 好战必亡 回头是岸 近日 美军海军 均建在印度洋游异 一向鼻子灵敏的美军 显然是嗅到了腐烂的气味 所以顺风游了过来 美国走到哪里 就会颠覆哪里 此时是亲美的昂山素季出山的最佳时机 所以 民盟的国防军 就在内比都拼命地闹腾 内外配合极其到位 还算米昂来有点头脑 让外必先安内 果敢大不了自治 而昂山素季 可是要他老命的 背后的老美之音显毒辣 随时可能致命一击 所以 两项相较取其重 迅速扑灭国防军是重中之重 近日 米昂来和昂山素季也做了长谈 可能如何的利益交换 可见 昂山素季和成长起来的民盟国防军 已成米昂来心头大患 如何割肉弯窗 是要费米昂来一番脑筋的 同样 一个四分五裂的缅甸 对中国不利 中国在缅甸有输油管道 和资产投资等利益 同时 缅甸也是中国布局 一带一路重要的国家 到出海口的铁路 随着这次战争已经搁置 现在战争若是引来老美 也想插上一脚 这无疑会使局势变得复杂 中国海军在11月27日 对缅甸仰光进行为14天的友好访问 目的显然是多方面的 未雨绸缪 防患于未然 对于缅甸敲打 和对于国外势力震慑 是非常及时的 总之 得到多助 失到寡助 每个人 每个国家做事 都要多方考量 格局小了 就会有危机出现 如果你也喜欢历史 觉得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顺手点的订阅 你小小的订阅 永远是我持续写作的动力 还是不得磬 three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